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流离后,袁冰炎右翼新剧官宣,和刘学艺CP赶超十足 流离后,袁冰炎右翼新剧官宣,和刘学艺CP赶超十足 欢瑞旗下有许多当红的古装男神 比如任嘉伦,成义和刘学艺,尤其是刘学艺,古装造型和气质 堪称古装界的天花版了 他依旧没什么动静,现在新剧官宣,名叫落花时节又逢君 你妖女主袁冰炎,再次合作,和刘学艺CP赶超十足 袁冰炎凭借琉璃一夜走红,剧中处玄机一角 娇俏靓丽,可萨可酷,不由得让人一亮 可是袁冰炎与欢瑞产生过矛盾,现在已经和解 而刘学艺,相貌端正,修仙界男神标配 在琉璃中饰演白帝却极为出色,发现他是罗侯记兜 为了不让他受伤害,选择自己承受一切,深情在心 无论是白衣少年还是桀傲总裁 他的每一套古装造型都是让人无语 他们两位穿着就好像是婚服 颜值也是相当OK 袁冰炎的红衣造型相当亮眼 就连头饰和耳环也全部都是红色的 再加上红宁这个名字,适配度也是超级高了 在剧中饰演中天上神锦绣 他从小被当作天界接班人培养 身负责任何使命 外表看似高冷傲娇 实则内心细腻含蓄口贤体质 为了红宁甘愿承受万道天行 隐忍而深情 再加上红宁甘愿承受万道天行